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史在少二 民国史系列之一 容共与清党 主讲 黄毓民 欢迎大家收看历史在少 容共与清党 今集是第32集 上集讲到中国国民党的俄共顾问鲍罗廷 反对北伐 然后就痛诚厉害向国民党 其实是针对这个蔣介石的 鲍罗廷主张革命的武力在后 党的力量在前面 目的就是要限制国民党的武力在广东 而让共产党可以在华中华北有机会加速发展他的势力 而他的所谓党在一般的情形下就是指共产党或者国民党里面的共产党徒 因为他一早已经说国民党已死了 然后鲍罗廷就向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请假一个月 就跟这个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亦都是共产党人谭平山 就离开广东北上 名义上就是奉照回国述职 实际上就是跟这个北洋军阀冯玉祥谈判合作的条件 并且研究在这个内蒙古建立一个共党的新基地计划 这就是上集最后一节所讲的东西 大家回顾一下 鲍罗廷离开广东之后 这个俄国的军事顾问贵山家 他是杯葛这个蔣宗正北伐的计划 更加明显 所以在这个中三艦事件发生之前 其实贵山家有几次跟蔣宗正的谈话 历陈这个北伐的不利 而且对这个蔣宗正的北伐的计划 亦有很多饥奉之词 根据这个蔣介石 就是文国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那本书里面 根据蔣介石的日记 就有提到几次 跟这个贵山家所谓大家的互动 这个贵山家是极力反对 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北伐 贵山家为了抵制这个蔣宗正校长 即是黄埔军校校长 蔣宗正的北伐计划 他就有这样的建议 他的建议就是派兵 由海路运往北方 这个蔣宗正就认为这个是欺人之谈 贵山家又提议不如你去北方练兵 即是叫蔣宗正和黄埔军校的校长去北方练兵 那企图就逼这个蔣宗正离开广东 因为广东才是整个国民党的根据地 特别是军事上 那如果蔣介石离开广东 那整个广东的军队 整个国民革命军就失去重心 但是当时的汪兆明 即是国民党的领导人 竟然同意贵山家的意见 那当然了 蔣宗正对于北方练兵 他有一个这样的看法 他说如果在北方 有一个革命基地 那他能够成就的工业 肯定十倍于在这个广东 但是在现在的环境下 你去北方练兵 那广东怎样呢 所以这个提议出自贵山家之后 其实动机很清楚 希望可以散夺了国民党 在广东的军事力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蔣宗正也非常清楚 他当然不会就范 在2月27日 即是1926年 去见汪兆明 就提议撤换贵山家 就不要让他做国民党的军事顾问 但是这个汪兆明呢 就 即是 呼显了这个蔣宗正 对不对 那就 就说 愿意辞退他 但是 3月8日 蔣宗正再去找汪兆明的时候 就跟他说 这个革命实权 就不能落于外人之手 是吧 就算你和这个第三国际联络 也有一定的限度 不可以失去这个国民党自主的地位 汪兆明当时表示同意 但是事后呢 就将他自己和蔣介石这个谈话 就说给这个俄国的军事顾问 贵山家钉 但是又怕 就是 激怒 这个 贵山家 是吧 于是呢 就在这个3月14日 也都 諷刺这个蔣宗正 希望他离开广东 你看到 由 鲍罗亭 以至到贵山家 一个是国民党顾问 一个是国民党 军事顾问 是吧 那他们一路 的所谓 就是要破坏这个 所谓的黄埔军校的发展 是吧 以这个参谋团的名义 去推翻这个军事委员会的北伐的决议 又减这个军校的经费 是吧 那就是为了破坏这个党军将士 对这个蔣宗正校长的信仰 又拖欠 拖欠这个所谓的军享 不法 是吧 那当这个蔣宗正觉得事态严重 要求这个汪兆明 就是撤换 这个顾问的时候 汪兆明 故左右而言他 是吧 那这个就是 整个 就是中山南事变 就是 那个背景 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因素 就是说 你千方百计 就是要 赌掌 是吧 赌掌的目的就是 不可以让他北伐 他一北伐成功 就是整个俄共在中国 那个计划就会破局了 这个已经很明显 越来越明显 所以很多东西 就是关于联外容共政策 就是在孙中山死了之后 就陆续出现这些问题 是吧 讲一句通俗一点 就是阴谋逐漸败路 是吧 关于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是 中山南事变 我们还没讲 接着会讲到 就是那个背景 是吧 背景就是赌掌 在这个 蔡宗正这本书 蘇鸥在中国 这本书里面 有关中山南事变这一段 就是在这本书的第一篇 中俄和平共存的 开始以发展及其结果的 第十三节 是吧 我这本书的版本 就是这个 第38页开始 那这段文字呢 就是 就是 蔡宗正去 聚述 这个中山南事变 的一个背景 那部分呢 就是我们 或者用他这本书 他所讲的 因为他自己是个当事人 他最清楚 那段文字是这样讲的 在第十三节里面 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因陈炯明残暴 附于东江 重喜叛乱 我率师 再度东征 那这一段呢 就是之前我们也有讲过的了 就是 陈炯明叛变之后 他还有一些残暴 还有他那些 就是 剩下来的那些 九元残浅的那些部队 仍然在东江那一带 就是在盘据 是吧 继续叛乱 因为叛乱的意思呢 就是 这个就是叛变 叛叛之中 再加乱 还有军事势力 是吧 就是在东江一带 那就是 我率师 再度东征 这一役 攻克惠州城 收服海陆峰 再定朝媒 那奖介石 那个东征 之前我们讲 前几集也提到 李国民党在斗餐猛的时候 他就是东征西土 带着军队 军校的学生 是吧 那在民国十四年 1925年的10月一日 就去东江 就是 平定这个 陈炯明残暴的叛乱 接着再到东征 是吧 那东征这一役呢 就攻克了惠州城 收服海陆峰 都是那一带 是吧 那再定朝媒 就是这个 潮州 接着又削平 南路和海南的邓本恩 半部 这个海南的邓本恩 所领导的那些 那些 半军 重叠广东统一的局面 广东机构统一 国民政府的使命 就是出师不乏了 这个背景就是说 先搞定了陈炯明 接着再东征 再搞定其他在广东的那些半军 包括在惠州 在海陆峰 在潮州 全部搞定了 那整个广东 就统一于这个 蔣宗正所领导的 国民革命军的手里面 是吧 于是接着下一步就是 国民政府的使命 就是要出师北伐 北伐就是打那些 就是向北 打其他那些军阀 北洋军 接着第二段 东江战事初告结束 可还在潮散的时候 共党已在广州散播谣言 对我诬蔑重伤 十五年一月 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 我从潮散回到广州出席 提出北伐的指章 在会期中及会议后 汪兆敏对于北伐军表示贊成 暴罗亭亦未表示异议 为开会后 暴罗亭以奉照述职为名 突然会议 令人不得其解 不了至暴会议后 我何国军事顾问贵山家 忽在军校会议中 極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谋论 他对我面谈的时候 反对北伐的意思 也逐渐暴露出来 广州市面接连散播传单 反对北伐 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伐 最后贵山家更明目张胆 破坏本党的北伐计划 我知道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个策略 而不仅是中共叛乱的开端 这是本党处境的天危 已到了极点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我还是消极的引退 已放弃革命的责任 还是积极的冲破难关 完成各父北伐的致视 已暴党国 休斯不能自决 到了2月8日 我乃表示不能再就 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 九月复程辞 军事委员会委员及 广州维枢司令等职 汪兆命对我的辞情 既不批准亦不挽留 如此流中不发半月之久 我乃于2月17日访汪 明告其余不准我辞职 就应令贵山家会我 3月8日又访汪 痛陈革命实权 不可落日俄人之手 即与第三国际联系 必须定一限度 不可丧失自主地位 但是 我们的秘密谈话 贵山家很快就知道了 至此我才知道 汪共勾结以心 无法使其 切勿俄共阴谋之所在 于是 共党与贵山家更肆无忌惮 明指我为 背叛革命的新军阀 到了3月14日 汪盈未批准我的事情 而间接暗示我离月 此时我方知道 如不离月 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 但我既辞职而未获准 如果自动离月 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 真使我进退围局 休息一会儿